南韩新任董统以徐悦就职典礼 外国贵宾名单曝光 大陆罕见派出重量级人物 大陆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 南韩总统就职筹备委员会 还将他列为首脑级人士 韩联社指出大陆通常派副总理级别的官员 出席南韩总统就职典礼 这次规格比过往都还要更高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符合本地区各方共同利益 我们希望各方相向而行 尽快开展有意义的对话 大陆特地拉高层级 可能与美国和南韩关系互动热络 越走越近有关 美国总统的亚洲访问 第一站就要和以席月会晤 而在这之前 美国还将派副总统贺锦丽的丈夫任德龙 参加以席月就职典礼 大陆派出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较尽意味浓厚 刘晓明表示中方不愿看到半岛形势紧张升级 不赞成任何一方采取可能激化局势的行动 中韩在半岛问题上立场相近 共同利益广泛 事实上以席月赢得大选之后 由于清美立场和清中的文在寅大相径庭 中美都积极展现有好希望能够拉拢南韩 而南韩新政府对中美态度也在这段期间出现微妙变化 根据南韩公布新政府施政愿景出无意料 以习岳选前支持的也是大陆所反对的 追加部署萨德系统并没有出现在愿景清单 也就是说美国布局的印太战略可能出现缝隙 日美在印太战略上一步一趋 但其他国家都还存在变化 因为11月即将在亚洲举行的东盟G20和APEC 三大峰会都没有明确排除俄罗斯的计划 拜登想要插旗印太为中毒阿 恐怕还有难度 我们帮大家科普一下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沉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CTI717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